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7月8号 欢迎大家来到本身来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各位观众朋友你们的家附近 已经来补马路了没有啊 已经来坐马路了没有啊 修理马路了没有啊 那些五年才出现一次的人来都没有啊 我看到我家附近呢 哇 那个合很多工人啊 在那边收拾啊 在那边拔炒啊 那个整理到很干净啊 没有啦我们KL没有损损了 没有损损了 损损要到呢 这些东西通通都来了是不是 那么之前呢安华上任的时候呢 这位马来西亚的财政有问题啊 马来西亚欠人家这么多钱啊 那个钱呢不稳不稳啊 所以安华呢他一直没有答应呢 那个公务员加薪嘛 所以现在六周选举要到了 安华昨天呢突然间讲说 公务员加薪呢 因为公务员呢好像很久很久啊 没有这样子来一次很大型的那个调整啊 因为现在真的不可以 现在钱太小了 现在钱小到不得了啊 所以有时候你讲那个公务员贪污啊 找外快做两份工啊 比如说你真的不能够怪他们啊 因为公务员呢 因为公务员呢 他会影响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哦 这样回到我妈妈的时代 那时候老马的时代嘛 哇那时候他们做老师的 小学老师 华小老师啊 那边 那时候那个马华 不是搞了那个 那个合作社咯 那时候合作社呢 导致那时候华人呢 很反对那个马华嘛 那个合作社事件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嘛 年轻人就不知道啦 那 大家老一辈的都经历过啦 那时候那些老师啊 就讲了 哎呀 这个 我的钱再给那个合作社搞 这次不要投马华可以嘛 哇 他们讨论了三天三夜哦 讨论到啊 那个校长满头大汗啊 流啊 怕 哎呦 你们不可以不投马华啊 哎 饭碗不饱啊 没有投马华啊 完蛋啊 给他兑付啊 哎 这个是真的知道吗 那个 前一期我们不是讲说 我的家乡爱大华呢 爱大华你差不多驾车不到10公里呢 就有一间的很大间的那个A用啊 那个A用斯里曼重啊 啊 为什么 我们那个小小的地方呢 爱大华这个不到5000人住的地方 啊 啊 那不是斯里曼重呢 会有一间这么大间的A用呢 因为那边呢 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海军基地嘛 那个TLDM啊 TLDM在那边嘛 所以那个那个损区叫红土坎 那个叫卢木那个损区啊 从来都是国阵营的 那一次呢 应该是那个2008那一次的 那一次呢 第一次公正党赢 那时候公正党呢 不太会赢的知道吗 就是那一次呢 军赶失手啊 海军那边失手啊 海军不知道搞什么鬼啊 全部去投公正党啊 啊 然后你讲没有事情啊 有啊 过后啊 秋后算战啊 他拿着那个名字 进去那个海军里面啊 啊 Sapper Sapper Jagga Unti PKR 啊 Sapper 通通降级 通通对付 通通掉走 通通搞什么 哇 哎 他 我们那边的人 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啊 啊 谁投反对胆啊 通通干掉啊 这都干掉啊 这真的是啊 啊 不能升级啊 降级啊 搞了一大堆东西啊 所以以前我妈妈 他们当心呢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 所以这个是过去的历史了 希望这个团队政府呢 就不要承接这样的东西 不要再用这种呢 啊 白色恐怖呢 去对付那个公务员了 敢没有投票啊 弄死你啊 不可以 不可以再走这条路线了 而是要呢 好好照顾公务员呢 照顾公务员的福利呢 让公务员呢 至少能够生存嘛 他能够生存 他不用打两份工嘛 他也不用贪污嘛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那个新闻啊 一个公务员呢 他会影响到很多他身边的人 那个公务员 讲说 那个政府好 因为一个人都是养七八个人嘛 那七八个人里面有三四个人是有投票的嘛 要跟他爸爸讲 跟他妈妈讲 跟他岳父讲 跟他岳母讲 跟他的那个阿姨讲 老姨讲 什么姨啦 通通讲了 要投政府啊 要投政府啊 这样子一下子就很多票了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一招呢 确实是厉害 因为他们的那个BASIC呢 他十年不变了 所以近期就会宣布了 这一次的加薪应该会非常不错一下 因为政府是突然间有钱了啦 有了张庆幸就有钱了 是不是 所以加薪通过了 全国公务员呢 好消息 所以公务员呢 一confirm加薪呢 这次六周选举呢 基本上稳稳来了啦 这个公务员就会帮助 团结政府拉票了 人家就讲了 这么巧啊 这时候加薪啊 都知道咯 人家这时候修理马路嘛 这时候来挖那个水沟嘛 是不是 所以除了公务员呢 那个Felda呢 那个肯直明呢 也送大礼啊 Felda现在拨款10亿啊 然后Felda的人呢 货的那个底色那个柴油津贴啊 然后呢 安华又爆料啊 他讲说那个丁丁啊 那个 他讲说那个83亿 他说那个Felda的那些肯直明呢 欠了83亿呢 丁丁那时候不是讲说一笔勾销咯 所以人家讲他 阿爸啊 他讲丁丁是爸爸啊 丁丁是父亲啊 丁丁是栽生之父 结果没有啊 撤大炮啊 完全没有做到啊 是安华cancel的 安华上任的时候 不是安华欠了名 这个83亿才没有啊 所以你看不要给丁丁骗啊 讲到没有 我都讲到丁丁都是 他讲的东西呢 都是车大炮 都是没有做到的啊 OK 那么这个 那件事情啊 所以那个人家 你看 人家讲说 那个他现在对那个公务员这样好 是不是啊 那个就有消息 其实我不明白呢 其实其实真的有一股力量的 有一股势力呢 在放这种消息 知道吗 所以人家就以为 哇 你的安华 你这样包庇 这样包庇 那个移民厅的公务员啊 他讲说 哦 没有啊 没有收到钱啊 他嘴巴讲18000吗 那个 Agent跑了 东介跑了 那个最终没有收到钱 没有收到钱 他说 不形成贪污 这个消息一出来呢 哇 阿战巴基立刻出来 幸亏阿战巴基立刻 看来阿战巴基是准备抓了 他讲 没有啊 还在调查吗 你们怎么可以讲说 不形成贪污呢 你们不要乱讲 知道吗 那这次 这次的事情呢 没有这样简单啊 现在 张庆幸呢 可能要 现在他要去中国见习近平啊 要跟习近平报告这件事情啊 你讲这是多大 因为马来西安华出面吗 你中国当然习近平出面啊 当然不可能习近平啊 那 老二也见不到了 老三老四啊 或者外交部长啊 或者中国那个什么 很大力的人啊 那 所以你看 一个那个女子 这事情啊 一个游客的事情啊 现在张庆幸呢 要去见啊 那个中国的 那个中共人啊 那头几个人啊 去解释清楚这个事情啊 啊 是不是开玩笑的啊 那所以这件事情呢 啊 所以是很认真做的啊 那个不然1700亿啊 没有掉啊 跟你讲啊 啊 是不是 那他跟那个中国关系搞坏了 等一下1700亿没有了 没有了 公务员不用加薪了 全部不用 全部不用做了 那个既然当不用修理 那个水喉了 啊 这次 这次没有钱 跟跟大家修理马路了 就完蛋了 是不是 啊 所以东西就不要搞坏了 好了 无论如何呢 公务员加薪是应该的 我绝对赞同呢 安华 在这个关键时候呢 给公务员加薪呢 让这个公务员的那个铁票呢 能够稳 稳一点点 所以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啊 那么看到这个消息呢 大家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